本国医疗系统人手短缺之制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和医科学生 趋向离开加拿大 到外国完成学业又或者受训 业界呼吁政府要增加医科生的学额和实习机会 有医学界人士指出 目前各级医疗人才都短缺 但就有不少医科学生和年轻的医生 不断挣扎寻找受训和执业的机会 他们呼吁政府增加医科生的学位 和提供受训机会 数据显示在2021年 本国一共有94,000个医生 比一年前的2020年轻微多了两个百分点 即是代表大约每个医生要照顾406个病人 本国大学医科生的学额很少 每10个人报读医科 只有一个获得接纳 这个制度存在多年 因为当年创误估计医生的人数会太多 但一直都未作出改变 加上实习机会太少 造成越来越多医生离开加拿大 到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受训 另一方面 移民到本国的外国医生要获取认证 也要经历一段很长和艰难的过程 目前纽芬兰和斯高沙省都开始了一些新政策 尽量接纳外国受训的本国医科学生 同时协助外国医生尽快在本国执业 拥護后